最近就是关于器械股的销售时就是不断的传出来就是最近公报的他们6月份的销售数据也上级的回落 就是资料出来的是那个好像那个数据就是差于市场的预期 而但是我发现器械股真的最近就是反而没有没有垂着这个销售出来而出现大跌 我相信对于未来来说器械股现在的股价暂时来说已经反映了这个销售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于器械股未来来说我看的一个前景不会太大 因为最绝的原因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国际石油的价格还是回期待70多水平 暂时我看不见它有大幅上涨的一个迹象 对于一些器械股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利好的销售 另外一个就是内地政府未来就是可以可以比较就是比较高调的去去发展这个内需市场 而这个器械股是内需发市场发展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 虽然我相信暂时重场下来说对于器械股的一个前景还是前景还是不会看的太高淡 还有就是因为在之前一轮器械股的下跌令得到不小器械股的股值 现在我觉得已经不选十分的昂贵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可能就是对于器械股就是如果没去回吐 反而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买进的一点